不仅如此 敦煌恰好处在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 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 有北、中、南三条线路 这三条道路都以敦煌为起点 到达中亚、欧洲 所谓沟通欧亚的商业大道 中原王朝的前出基地 敦煌寄托了西来攘网各色人等的梦想 而从敦煌再往西进入西域 则要穿越世界第二大沙漠 塔克拉玛干沙漠 生死婆侧 于是人们在离开敦煌前 就在墨高窟捐钱造一个窟 供养神灵佛祖 祈求得到保佑 从西域荒漠里平安过来的人们 为感谢佛祖的保佑和恩赐 也开枯造佛供养 平民百姓在丰年和平安盛世 希望好景长久 遇荒年战乱又盼来日能摆脱苦难 为精神上的寄托 心理上的满足 也开枯造像 求得安慰 敦煌的各级官吏 世家大族 高僧大德 也会迎见属于自己的功德窟 以表达对佛教的虔诚 也有的是借开凿佛窟炫耀各自的政治 宗教或经济势力 就这样 三威山下 明沙山畔 荡泉河谷的石壁上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洞窟 日出日落 腐凿生生 敦煌佛窟的营建 从未在如流的岁月中停止 石窟在不断增加 窟中的佛像 在改变着容颜 从雄魂健壮 变成绣骨倾向 继而转向 柔和风雨 色彩逐渐细致艳丽 构图愉加大胆 佛国世界 变得前所未有的 宏大欢乐 一代又一代的僧侣 画匠 供养人 将他们的信仰和希望 刻彙在石壁之上 各种各样的山川景物 亭牌楼阁 花卉图案等令人目不暇接 这些雄伟规律的画面 如果一方方连接起来 可以拍成二十多公里长的画廊 这是上世纪初 一个名叫查尔斯的法国摄影师 拍摄于敦煌墨高窟的一张照片 1908年2月24日 查尔斯和薄熙和 及另外两位法国人组成的探险队 风尘仆仆来到墨高窟 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长达一千七百余米的眼壁上 遍布密密麻麻的洞窟 每个洞窟中都有彩素 四壁和窟顶画满佛像壁画 当薄熙和和查尔斯 进入今天被编号为 二二灵窟的洞窟时 非同寻常的佛像扑面而来 三个星期后 精通汉文化的薄熙和 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他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敦煌室 仔细研究一下 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二二灵窟 但他再也没有机会了 很快 中国学者启动了一场 事关中国文明的抢救运动 三十六年后 一九四四年的夏天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发现二二灵窟北壁 瑞象壁画正在逐渐脱落 而脱落的地方 隐约露出色彩艳丽 线条挺秀的早期壁画 当他们小心翼翼 对二二灵窟主室四壁壁画 进行了剥离之后 整间石窟四面墙壁上 显露出了场面宏大 人物传神 瑰丽无比的出塘壁画 更令人惊奇的是 多数敦煌壁画中的人物 面孔和手臂 都已经因为氧化而变黑 但当二二灵窟的出塘壁画 展现在世人面前时 却保持着异常鲜亮的色彩 这让所有的研究者激动不已 在石窟的南壁 绘制着西方极乐世界的美妙图景 天上佛像与菩萨庄严神圣 地下歌迹舞迹身姿偏显 在石窟的北壁 七尊药师佛像站在连台之上 流光一彩 装饰华美 东壁上展现了菩萨唯摩洁的经典故事 场景中的人物各个神情生动 姿态得体 虽然画的是佛国景物 但精神却是世俗风貌 供佛的舞蹈者 菩萨面前的帝王臣子 都展现出各自的身份和个性 所有到过敦煌莫高窟阿尔林库的学者和艺术家 都为这里的壁画所震撼 他们共同的感觉是 阿尔林库的壁画绝非出自普通工匠之手 更像是大师作品 遗憾的是并无文献佐证 那一时期有什么大师巨匠 来过敦煌 但如果说这些壁画是由无名工匠所绘制 又的确令人难以置信 阿尔林库东壁的维摩洁晶变画 被视为敦煌壁画中的巅峰作品 每当我们看到这幅人物肖像 都会感到一种震撼 画面中的维摩洁巨士身体微向前倾 似乎正与文殊菩萨激烈辩论着佛教哲理 而另一侧的文殊菩萨则在诸菩萨 大帝子及诸天人的簇拥下 神态自若地与维摩洁对问 特别是在东壁汉族帝王听法的场景中 帝王形象的塑造手法和风格 看起来和著名唐代画家严厉本的 历代帝王图如出一辙 而令人费解的是 大画家严厉本身在长安 敦煌与长安相距两千公里 阿尔陵窟的壁画与历代帝王图之间 会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公元637年 在长安的一座寺庙里 李公正在专注地绘制一幅 《维摩洁经变画》 李公的笔下展现了居士维摩洁 与文殊菩萨辩论的场景 神情十分生动 围观的人对他所画的菩萨形象 责责称奇 此时唐太宗李世民登基 已有十年光景了 这正是被后人称为 贞贯之质的火红岁月 一切都显得那么朝气蓬勃 随着贞贯之质带来的经济繁荣 各种各样的建筑被建造出来 开放富足的时代 令唐人特别热爱生活 喜欢用色彩来装点墙壁 从寺庙到官府 从寺宅到皇宫 他们将美丽的风景 绚丽的人物 充满神秘色彩的宗教场景 绘制到墙壁上 此时的唐帝国著名画师严丽本 就是一位壁画高手 他的画是朝野公认的神品 李公虽然还不是名家 但他是整个画房最出色的画家 围观人群中有人说 李公画的人物和宫中的严历本 颇为审次 李公心中有几分得意 他每日在画房刻苦临摹宫中的坟本 就是梦想有朝一日 可以进入汉林院任职 成为一名有身份的画师 坟本 多是当时流行的大师作品 或者皇宫中流传出来的画稿 画像常常照着这些坟本来画壁画 以满足客户对流行趋势的需求 临摹坟本是作为一个画像最基本的功夫 如果不合格将不能独立工作 甚至受到惩罚 因此一般画像的水平都必须达到一定标准 这就使得一个时期内 普通画像的作品在艺术风格及水平方面 与大师的作品差距并不遥远 同时坟本的流传也使得唐朝长安的绘画一时风靡 从最西面的西域诸国到东海之外的扶桑 都能看到圣唐长安艺术的风采 尽管理工的绘画技巧已经非常高了 但是要想进入汉林院成为皇家专属的画师几乎没有可能 有名的寺院或权贵人家为了互相攀比 更愿意邀请有名望的画师 而不是像李公这种极其无名的画像来画比 感觉前途渺茫的李公有时候会想 自己是不是入错了行 公元639年 大唐王朝的复述和开放 是丝绸之路迎来了自汉以来的第二个鼎盛时期 敦煌已成为史书中形容的华容所交一大都会 就在此时 西域地区和地处新疆图鲁班东南的高昌国的政治形势 发生了变化 当时西域一带均受蒙古游牧部落西突厥的统治 西突厥开始出现了与唐朝敌对的势力 抵触西域门户 思路要冲的高昌国国王屈文泰 依附西突厥 拘留西域诸国赴唐朝的使者 试图阻止他们过境与唐帝国交往 原本职贡不绝 商旅相继的丝绸之路 也因此阻塞不同 这是中原王朝所不能接受的 每个人都已经养股gon了 你给我应用了 还靠近了